哇,太阳已经出来了,老公 昨天晚上我一直听到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以为下了一晚上的雨 其实是下面那个喷泉 昨晚上睡得蛮好的 对,床满舒服 对,他这些床挺用得挺好的 那我们现在下去吃早饭 吃早饵起来 大家好 上集视频中我们从昆明自驾400公里 来到传说中风花雪月的大理 哇,你旁边那个大概就是苍山 呦呦,真的云雾缭绕 大理是中国白族人口占比最高的州府 在当地,我们选择了位于市区以北的大理古城作为住处 哦,好漂亮,你看这里 古城内有许多白族风格的建筑 而我们就很喜欢所选的这套三访一照臂 白族民居风格的客栈 我们这家店接下来的价格是 它是五天一个优惠价 接下来等于就是200块钱不到的一天 在我们的预算之内 客栈的位置也不错 晚上在附近吃饭 发觉我们的住处就紧挨着古城热闹的红龙颈鹿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就要在这儿体验一下大理的避暑生活了 很好吃饭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睡了个懒觉 不过大理本来就是个慢节奏的城市 楼下的早餐也供应的比较晚 和之前在昆明住公寓不同 在大理的客栈 我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厨房了 客栈里会提供一顿简单的早点 有点像农家乐的形式 这样虽然少了之前 在昆明逛菜场 买早点 自己做饭的乐趣 不过呢每天在客栈自己办一碗云南标配的早点 米鲜尔斯 也算是另一种旅行的体验吧 四处的味道也不让我看得这么快 是不是应该放点醋啊 那我喝喝汤汤啊 OK 很好 外面这里就是景区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住在这里挺好的 闹钟取静 那晚上倒是不炒的 一点不炒 吃好了 吃好了 客栈能够供应一顿早餐的话 我们可以省心很多啊 对 走吧 好了 这个有鱼的 肯定养鱼的 过一条 再走 我们住在哪里? 那个 脚上面 脚上面 我们住在这里 这里不上去也要有点代价了 对啊 我们现在那个大理名市竞争也蛮厉害的 嗯 都是不说能涉费成本来 是的 我现在赶紧可能会有上海里 可以有上海里 花园 早上好 去花园看看 哇 早晨好凉快 怎么觉得像住在公园里一样 真舒服 等一会儿泡两杯茶上来坐坐 真的是有位置的 上去看看 早就听说大理人爱花 昨天来时 客栈的小哥告诉我们 在我们二楼的客房后面 有个蛮大的空中花园 这个比农家乐的条件好多了 这里还有个大桌子 既然是可以摇的 我们就是住在那个位置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花园 真舒服 都是民宿的花园 这块地皮算它的吧 那是真的蛮大的 大理有着昆明一样 四季如春的气候 所以虽然正值八月 但不仅在花园里 即使是午后的古城街道 我们也感受不到 在上海时的暑热 老公我们昨天就是 从这扇门进来的 旁边的停车库进来的 对吧 哇 这个外边就是苍山呀 苍山哦 和古镇 其实就是面对面 对不对 大理古城的四周都有城墙包围 而每一面都有城门 我最喜欢的就是靠近客栈的西门 红龙井 倒不是因为它离我们近 而是那段时候 每次从这里开车出城 一眼就能望见对面的苍山美景 苍山屋于古城以西 从北向南 由连绵不绝的十九座山峰主城 后来发现 其实刚来的那天 觉得有趣的客栈名称 原来是有特别的含义的 我们住的后院十九间房 对应的正是苍山十九座山峰的名字 而在苍山每两座山峰之间 都形成了一股溪水 十八股奔流直下的溪水 最终都汇入东面地势最低处 也就是云南的第二大湖 尔海 千年历史的大理古城 就诞生在苍山与尔海之间 这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 来的第二天 吃完早餐 我们想去城里逛逛 整个大理古城 是三纵四横的棋盘式布局 从客栈门口的红龙井路出发 顺着潺潺水声向下走 前半段柳树成荫 两边只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客栈 所以昨天回来时才那么安静 而过了博爱路 就到了昨晚唱着民谣热闹的 红龙井酒吧街这一段了 这个是白天的酒吧街 是啊 还是比较安静的 还是晚上做四面 全部都是画画超长 绿画很好 门口还有一条小红 我摸一下 凉不凉 哦真的 是不是凉吗 我说凉的吧 山上的水 朋友们冬天的时候 苍山上面是有雪的 雪融化了以后就陪着凉水 来大理最重要的就是防晒 不过如果你挖去准备的话 这个红龙井的街上 你看你就算是人事 对 买点防晒霜对吧 有 还有这里很干 有的时候要注意保湿 所以这里买点 这个你们女人要注意 我们男的不怕晒 你看哦 你看你这两天如果不除的话 你记得它就会怎么样哦 我不怕 哇老婆 我这鼻子怎么变成红鼻子了 这一圈都红的了 你要去创军事去了 哇塞 这里的纸袜线太厉害了 是的 这是白的了 今天我劝你还是涂一点 怎么涂啊 虽然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气候都很宜人 不过毕竟地处高原 防晒和补水还是要注意 不然从温暖湿润的南方来的小伙伴 可能一不小心会遇到上火的问题 阿老公平生第一次他往上上 接下去不要晒伤就可以了 很有趣的 鼻子冲在最前面 所以鼻子最红 哇这就是那口红龙井啊 有灵性的 那颗玉白菜呢 玉白菜是什么 保佑大家身体健康了 那你去摸一摸 我们也去摸一摸 玉白菜啊 吃了以后包之百病了 摸一摸也能包之百病 然后传说这个红龙井里边有一条红龙 所以这条街也就叫红龙井 好了我替大家摸一摸 包之百病了 这个是好地方 你看新人也特别选择到这里来拍照啊 对啊 讨这个吉利啊 先生这是什么族的衣服啊 苗族 苗族哦 好来哎 别叫 红龙井是古城的一条老街 路过时正好看到有新人在和玉白菜合影 而在大理古城生活的两万多人口中 除了汉族 白族 还有16个少数民族 是做商业和居住高度融合的古城 哎 这里就是主干道了 嗯 这就是新路 好多人 因为我们今天在花园里歇了一会儿 出来可能有点晚了旅游团都来了 嗯 其实大部分的游客是从这里的南门进来的 嗯 这里是一算主门 嗯 然后一路进来 哎 这里就是五华楼哎 五华楼是标志性建筑啊 哦 可以上去的 我们上去看看吧 好的 从我们客栈一路走到红龙井的源头 就到了古城的商业主干道 福兴路 这里还有城里标志性的建筑 五华楼 五华楼建于公元856年 最早它是南赵王宴请四方宾客的场所 据说当时楼内可容纳上万人聚会 虽说经历了多次战火的重建 现在的五华楼早已不复当年的规模 不过还是可以考虑上去看一看古城的全貌 虽然不能登顶 但在这里看山还是很清楚 对 你看苍山就在面前 很神奇哦 一长条你看 嗯 这么长 随末唐出 苍山尔海一带 形成了六个实力较强的部落 其中的南赵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 兼并了其他五赵 统一了尔海周围 在公元779年 南赵王把都城迁到了这里 他就是现在大理古城的前身 杨居瞇城 在之后的唐宋五百多年间 这里一直是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也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都城 包括南赵 大理古城先后做过六个地方政权的国度 其中也包括大家熟悉的金庸多部武侠小说里提到的 由段氏王朝执掌的大理国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理古城已经是元代被毁后 明代朱元璋命名重建的 虽然也有近千年的历史 不过城里已见不到南赵大理国时的建筑了 如果想要一睹当年的风采 那么就去附近的三塔看看吧 它这条路很长啊 从大理县开始就一路看得到前面的三塔了 对 那个黄色的应该就是三塔了吧 对啊 这么明显 后面是山 对啊 后面就是苍山呀 所以这皇家寺庙造的也都有道理的 有靠山 对 重圣寺三塔位于古城外一两公里 它是我们大理慢生活第一个去感受的地方 如果是从大理县走 会经过一段事业非常好的道路 还没到塔寺 仿佛以置身妙香佛国 好我们往前走啊 老公 重圣寺三塔寺 这里大概就是入口吧 是吧 正门 重圣寺 好喽 我们这就算进来喽 给大家看看哦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呢 转个身看一下 塔就在后面 这个塔很厉害的哦 最早的时候是公元八百多年的时候 南兆国的时候建的 也就是说有一千多年了 重圣寺最早建于南兆国 寺内最有名的就是面朝而海的大理三塔 三塔中最先建的是中间的千寻塔 这座一千两百年前的唐代方塔 于松岳寺塔 飞鸿塔 世家塔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塔 其实三塔三塔是三座塔 那一座是祖塔 然后它旁边有两个小塔呢 这两个塔是大理国时期建的 对称的正好成一个三角形 稳固的造型 啊 江山稳固 对 你看 永镇山川 对 有塔就有庙 我估计大成宝殿大概在这个塔的后面 好的 我们过去看一下 大理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战火地震 最早的重圣寺已不复存在 不过神奇的是 三塔却屹立了千年 穿过三塔 我们就能看到后面新建的重圣寺 它也是小说天龙八部里天龙寺的原型 作为曾经的大理国皇家寺院 重圣寺坐落在尔海边的平原上 事业非常开阔 按照对称轴的排列 一直延伸到昌山脚下 简直就像是一座皇家宫殿 在京欧的武侠小说里 大理断世被描写的个个都无一高强 而实际上 也许是离印度缅甸这些国家近吧 佛教很早就传入了大理 大理国的断世王朝奉行的是正教合一的统治 所以在他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有九位皇帝入寺为僧 其中也包括天龙八部里断世父子的原型 佛都重圣寺 哇 像一幅画嘛 你看这个门框就像一幅画啊 山门进来第一座是天王殿 接下来是弥勒殿 弥勒殿进来 这里就是观音殿了 重圣寺三塔的规模宏大 从头到尾走一遍 还挺耗体力的 不过放慢脚步 能感受到周围清风拂面 繁音鸟鸟 哦 老公 这里这里边就是大熊宝殿啊 到了 到了 这里是清静之地啊 清静的 前面又有儿海 在大理逛古城 环儿海 是最热门的节目 相比之下 苍山脚下的千年佛都 重圣寺三塔 来之前倒没有过多的期待 也许正因为如此 它倒是我们的大理之行 最感意外的景点 寺内也有吃灾饭的地方 不过已经逛了大半天 也想先回古城休息一下 突然想到城里有家网红店 其实逛完重圣寺 来这里吃饭也挺合适的 门口有段公子请我们吃饭了 两位 两位做二楼 二楼 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是一家主题餐厅 古城里有不少这样的特色餐厅 我们就近选了家 网上评分比较高的 过来尝尝味道 你们先给我看一下菜单 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们先叫我们这些 今天来逛古城 我们就来断供几吃 这其实是一家网红店 断供几 想到什么了 想到五下片了 想到青庸的天龙八度了 二公啊 那我也不会点 反正我们就会点招牌 好的 好的 我们反正就是招牌吧 麻椒鸡大理风花雪月鱼 鱼怎么做出风花雪月来 好 我给你点一个这个 这个你肯定喜欢的 五朵金花 哦 来了 哇 这是您的招牌鸡 哦 招牌鸡 哦 真的是把保健啊 你把木头鸡 嗯 一股那个麻麻的味道 花椒的味道 嗯 哦 这就是鱼酸 有点像那个董姑嘛 哈哈 红花雪月鱼 红花雪月鱼 哦 它又叫了 好像有点那个番茄味的 酸酸的 我闻到了 不会很辣吧 这是微辣的 这就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哦 一分钟左右又烫一烫 嗯 菠萝饭来了 哦 菠萝饭来了 长得蛮可爱的 嗯 大菠萝 烫的 真的 哇 哎 菠萝饭和我们在太空吃到的不一样了 对吧 又是云南的这个特色了 甜口 甜口的 我看到里边有葡萄饭 有雪糯米 嗯 后来我给你来一点 好的 抹肝 嗯 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 云南的特色哦 鲜花入菜 嗯 对 这个里边这哪种蔬菜啊 嗯 就它上面都是十六花 然后 这是十六花 十六花 最漂亮的是十六花 嗯 然后黄色的那个的话它是攀茄花 哦 攀茄花 攀茄花 这个的话是玉花花 这个 这个 这个叫玉花 那这个是啥 嗯 这个是水姓洋花的那个 哦 水姓洋花 老公原来这个就是水姓洋花 我认识它的水姓洋花 对它里面绿色的这个都是水姓洋花 哦 你终于认识水姓洋花了吧 那个白朵白朵的小的这个是茉莉花 哦 茉莉花我们知道 特别有点香气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 这个菜我是特别给你点的 嗯 你尝尝吧 嗯 三多千花就够刺激了 还五多啊 哇塞 嗯 它有一片 它有一点呢 我觉得 番茄味 对啊 你尝尝它还蛮好吃 好的 这是什么呀 哦 我看出来了 这个是干的菌菇 上面还有鲜花呢 哎 就是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 围墙里面跑出来的花 他们这里花太多了 嗯 嗯 这个是莉莉花 我吃住了 居然有米线 嗯 面条还是米线 米线 这里肯定是米线 拿一块鸡肉尝一尝 它腌过了 然后炸的很香 嗯 嗯 蛮入味的对吧 嗯 呀 这个里面还有炸耳块 在云南这些日子 耳吃的不少 耳丝耳块 我觉得米线呢 汤里面还是不错的 这个耳块的 是干干的好吃 对啊 干香 很像我们的年糕 很像很像 然后配上自然和那个鸡 嗯 这个是笋 云南笋多 嗯 好好吃 嗯 老公这几个菜 我最喜欢吃这个 嗯 我到时候这 只好只有这把剑 我带走 这个就是上方保健 你以后对我眼睛瞪的时候 我就拿出这把剑 好 刚好啦 我什么时候对你瞪眼睛了 嗯 这还是一家蛮有特色的店 每样菜品都让我们两个 来大理度假的人 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也许是颜值调动了我们的胃口 印象中每样菜的味道都还不错 而店里的装修和音乐都很应景 充满了古风 在大理国风情的主题下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都吃的心情挺好 夏天不愧是云南的雨季 从店里出来时又下雨了 而事实上 在大理的那段日子 雨天甚至占了一半的时间 好在我们和之前一样不敢 那段时候正是奥运赛季 所以如果下雨 我们就留在客栈休息 看看中国队的比赛 要是到了饭点 就在附近早家餐馆尝尝 反正古城里也不缺各种各样吃饭的地方 其实大理古城就是个完整的小型城市 除去中间的几条商业街 周围就是当地人居住和配套的区域 以及一些小型的客栈 老公大理电影院 城里不单有小学中学 有医院诊所 甚至还有基督教堂 天主教堂 这些教堂和本地的清真寺 本主的武庙 已经相安无事的在古城共存了上百年 洋人街 大理怎么会有洋人街 老外挺喜欢这儿的 大理好风光 世界共分享 这里甚至还有着国内最早最知名的一条洋人街 所以都说大理古城是个文化很包容的地方 好这条街上哈 我们感觉都是好像买当地生活用品的地方 对就是生活的地方了 开场啊 是 还买日用品 加电 国外路的北面都是当地人买生活用品的区域 如果我们有个小厨房的话 那么北门的菜市场和附近的早点摊一定也是我最爱逛的地方 在客栈的日子每天看着人来人往 许多人也许只住上一两晚就离开了 而我们觉得夏天来大理 时间还是要安排的充裕些 大理是个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转的地方 无论是接下来的爬苍山环尔海 还是逛周围的村镇 如果恰逢雨天都会是件挺遗憾的事 而我们也期盼着遇过天晴后去那些小镇看看 分享生活是种乐趣 感谢收看麒麟鸿曼生活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一期再见 前一期再见